網路作戰已經是一場無煙消耗的戰爭 上週在阿拉斯加舉行的美中2加2高層會談當中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大陸網軍對美攻擊 是列為了重要議題 由於大陸視台灣為網攻的練兵場 台灣形同是網路作戰前沿 我國與美軍在網路作戰攻防上面合作 是相當的密切 舉辦各類型駭客競賽 讓台美資安高手相互的切磋琢磨 那月前一向由美軍邀請13個國家來參與的 國際虛擬網路安全競賽 我方派出四支隊伍參賽 在54隊中是拿下了第一名 另外行政院與美國在台協會 更在前年合辦大規模網路攻防演練 邀請各國資安高手過招 由國軍派員參加 我拿下第二名經以歇為的分數敗給捷克 另外日本的共同社21號是披露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與日本防衛向岸信夫 日前會談的時候 雙方對台海可能發生不測事態 是表達關切 並且確認在台灣發生突發狀況時 將會密切的合作 那大陸如果是武力犯台 美軍持援台灣 日本自衛隊將會考慮提供協助 共同社還指出 奧斯丁與岸信夫會後公佈的官方文件 並沒有提到台灣突發事態 但是只有強調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日本向來是主張海峽兩岸應該要透過對話和平解決爭端 如今卻傳出與美方討論台灣突發事態 真的是相當的罕見 那未來日美兩國會有哪些具體的應對措施 各方是高度的關注 另外我們聚焦在拜登身上 拜登上任剛滿兩個月 那上週是先後與中俄兩大強權槓上 紐約時報就分析 表面看來中美和美俄衝突可能會嚴很大 但似乎不完全是在作戲 而大國之間的競爭已經邁入了 與冷戰時期均被競賽迥毅的新局面 歐洲媒體是認為 美中在安克拉制對話的實質進展 也許是比外界看到的還要更好 而美中之間的競爭對抗 將決定拜登的外交政策路線 美國與中俄關係惡化並非是一日之寒 但是上禮拜是急轉直下 拜登在專訪中指出 俄國總統普丁幕後操控了多起謀殺師筷子手 那在安克拉制的會談上 美中雙方是爆發了口水戰 一般以為拜登的外交政策 渴望是走回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傳統老路 沒想到他現在是硬起來直球對決 好 鏡頭轉回到我們台灣 我們拿到的首批11.7萬劑的AZ疫苗 今天要正式開打了 那為了要增加民眾的信心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早上7點40分 將會和衛福部長陳時中 到台大醫院來打全台第一針 另外新北市長侯友宜 上午8點也將會到亞東醫院 來視察疫苗開打情形 侯友宜是指出 如果民眾施打的意願不高 那麼首長就有責任要站出來安頓民心 好 不過大家也關心一件事 由於蘇貞昌已經73歲了 但是被問到國際普遍認為AZ疫苗 對年長者保護力不夠 好 蘇貴是強調已經有專家評估 而醫護疫苗施打的行程 指揮中心都有步驟與規劃 那目前各家醫院也都會配合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當初臨床試驗階段65歲以上的民眾 接種是比較少的 但是後來歐洲 英國 有65歲開打後沒有看到異常 那韓國也因此恢復了65歲以上接種 所以AZ疫苗沒有不適合65歲以上來施打 好 另外我們要看到同樣呢 全面要來接種疫苗的就是大陸 他們現在又是超前部署 往前推進一大步 包括了廈門 上海以及天津 最近都會啟動18歲以上的人群 疫苗接種登記工作 那這個普遍疫苗接種登記 也顧及到了台胞 上海台協副會長蔡世民就指出 他在19號接到了相關的通知 包括台胞可以使用台胞證 進行免費的注射登記 那估計上海會在18、19號才開始開放登記 那各街道呢 將會陸續的發布通知 他說下一步 當大陸全民抗體產生 有一定疫苗施打比例之後 相信大陸在疫情控制上將會更加容易 那隔離政策應該也會適度放寬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 是人老了 房子也老了 不適合的老家 讓在地老化成了奢望 老宅困老人成為台灣難解的雙老難題 依內政部最新統計 全台將近40萬老人住在無電梯公寓裡 兩年內是飆升了9萬人 那如果再加上透天錯 那根據衛福部106年的資料顯示 我國老人高達7成都是住在無電梯的房屋 所以他們要進出其實是相當的困難 好 最後我們要看到 荷包又要再度的失血了 因為原物料價格狂飆 機車製造成本漲破了一成 壓得國內的機車廠商是喘不過氣 最快下半年會被迫漲價至少5% 大約就是3500到4000元不等 那漲價後國內機車平均售價 正式佔上了7萬元改寫新高紀錄 對仰賴機車代步的上班族 以及大學生堪稱是重疾 那這也是繼六期環保法規上路 及強制加裝的ABS之後 近五年來三度漲價 以上就這節讀報提供給大家 打開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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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